说到日本烤肉 除了讲究肉的品质以外 火候的掌握也很关键 事隔大半年再来吃顿尤罗尼库 作为东京排名前三的烤肉店 他家对火候掌握的更专业 一般从脂肪少的部位开始 牛舌的一面清脆一面柔韧 吃起来像接吻的感觉 就是恰到好处的熟度 肥瘦均匀的牛肋排不能切得太厚 两面烤至断生 看上去粉嫩多汁就可以吃了 横隔膜这个部位比较靠近牛的内脏 撒上黑胡椒整块烤 烤的时候表面带有微焦 鲜嫩柔软又有嚼劲 生牛肉鱼子酱手握 这只是个小菜 经典在后边 和牛三明治登场 先把吐司放在烤路上 表面烤至焦香 再把炸好的牛肉这么一放 特制的酱料这么一倒 来个日式花手为你奉上 作为日本和牛三明治的鼻祖 从肉的品质 吐司的选用 讲迟的调配 和主厨的烤法 各个方面都很完美 从偏瘦的部位到油脂丰富的部位 层层递进 每一道都抓住了最佳的熟度 让肉发挥最大程度的美味 这也是为什么日式烤肉吃起来总会有惊喜 果然吃烤肉才是最让人开心满足 关注我一起吃遍日本美食 这也是 spos的 Hos 充国安 漫威 slowed 很多帧 早前 悲至 大 糊